例如有一個TREAT 我用Google幫大家翻譯中文 一起看看 美國在歐洲以外的世界 每個地方都在損失影響力 拜登政府根本不知如何 可以改變這個進程 事實上拜登每一步 只會使事情更加鬧鬧 美國將美元武器化對付俄羅斯 其他國家見到之後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 開始用自己的貨幣進行貿易 我們知道美國試圖凍結 和偷俄羅斯國家和俄羅斯公民的資產 有錢人現在對美國和歐洲銀行 完全失去信任 包括瑞士也是這樣 瑞士銀行一樣會幫美國人 凍結一些人的資產 因此好像阿拉伯國家這些國家 他們已經明白 不能夠再相信 這個不穩定的美國政府和美國政策 他只要每一次換總統 你就可以把以前的任務調轉 今天美國政府可以決定他們 想以任何理由去制裁這些國家 不如跟正在國 而且非常穩定的中國 繼續做生意 怎樣都好過跟美國人做生意更加安全 大家可以留心一下 墨西哥總統如何說美國政府 或者非洲領導人 好像美國和歐洲代理國打交道 由法國去到日本 他們的虛偽當面是被拆穿的 時代正在變 而另一方面 美元也越來越少人用 雖然目前仍然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貿易 用美元結算 但終歸一個不穩定的貨幣 所以我們慢慢慢慢就會 溫水青蛙最終都會被人放棄